创立比赛近在日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11月22号 星期五的一个盘中节目 我是陈维博 今天是礼拜五了 所以维博老师在这边 先预祝各位周末愉快 今天的台北股市早盘的时候 呈现一个开高的走势 早上大概在8点45分 到9点钟开盘这个时间 维博老师打开电视 其实电视上包括像财经台 就有蛮多在讲说 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下跌 昨天的费半甚至又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然后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出现一个开高的一个走势 台股逆势是不是有机会走出一段行情 当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早盘的时候当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呢 现在11点钟 现在跌9点 基本上今天是属于一个量缩的震荡的盘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预估成交量 1000亿 好 那这个成交量很明显是缩小的 各位你们看一下 今天预估量大概到这边而已 1000亿左右 昨天有多少 1200亿 前天1166 1215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有1000亿以上 那今天说到剩下这样子而已 所以很明显今天是量缩的 今天是量缩 所以其实量缩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带动这个台股上涨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如果量缩价 不管是指数或者是股票都一样 还上涨 那就是会形成所谓的量价背离 那量价背离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涨势能延续多久 这个不知道 很有可能马上就结束 所以其实今天反而是震荡拉回 是比较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量是缩的 因为量是缩的 我先给各位看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走势 在找盘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说 有机会往上再往上做攻击 主要是因为昨天的台股 我们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昨天的一个走势 这是昨天 微博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 印的那个图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讲 其实到了昨天的台股 它是有企图要去守月线这个支撑 企图要守这个月线支撑 那有没有守住 有守住 昨天的时候是有守住 这是到今天的K线 我们看拉机你看 就可以很明显看出 昨天拉了一个下影线 拉了一个下影线 所以守住这个月线的位置顶位 那守住这个月线位置顶位的时候 就会造成很多人找盘的时候 一开告过程当中会认为说 有机会在往上做攻击 他会认为说 是不是跟美股做逆势的一个走势 这是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收盘状况 昨天的一个道琼跌了54点 纳斯达克跌了20大点 非半这是比较重点的 非半跌了19大点 19大点的跌幅是1.13个百分点 好 这个差别性在哪边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非半的指数 我们可以的话把镜头拉近 然后看一下昨天的一个K线 昨天在非半的部分 收了一个十字线 这是昨天 好 那各位你看 这个图形有比较小 有比较小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你那个电脑上面非半的那个图形 这一条叫月线 这一条是那个非成指数的一个月线 昨天跌破了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缺口 昨天跌破了 好 我再讲一次 这是非半指数 这边是一个缺口 这边是一个月线 好 各位 昨天跌破了 好 我要讲什么意思呢 因为其实非成指数 它本身 因为半导体指数 跟台股联动性 包括像台积电 会比较大 台积电今天连两块半 今天一样是呈现一个下跌 当然 你如果问我说 台积电还是不是多方 是 它的结构上还是多方 就跟非半一样 非半整体来讲的话 它还是多方 它还是多方 但是我要特别跟各位讲 短线上面的一个发展 它昨天的下跌 跌破了月线 跌破了 就是封闭了缺口 好 那你再回来看一下台股 我们再回来看台股市 台股市昨天企图守什么 企图守住这个月线 有没有守住 有守住 好 缺口在哪边 缺口在这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从非半指数来看 它已经率先跌破月线 跟封闭缺口 如果台股跌破月线 又封闭缺口 会来到哪里 如果台股封闭缺口 就会大概来到这边 11300点 现在还有11500点 也就是说这个幅度 大概还有多少 200点的空间 如果真的封闭缺口的话 就这边还要再往下到200点 那我请问各位 会不会 台股会不会跟非半一样 这个就是值得各位去观察 因为我提出 非半目前的状况 是要让各位知道说 其实美国股市 很多时候春香水暖压先知 当大家目前为止 你的眼睛眼光在注意 比如说今天早盘 哇 开高 开高的时候 是不是昨天守住了月线 有机会再往上做攻击了 但是你不要忽略掉 目前的一个量价 目前的成价量的结构 目前整个量价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它是呈现一个死亡交叉的 这个部分我们昨天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我们把它加了两条线 你就很明显 以目前现阶段的一个 均量死亡交叉的状况下 它形态上它不是盘整 就是下跌 到目前为止 因为还守住在这个月线之上 守在这个缺口之上 所以整个形态来讲它算是什么 算是震荡整理的格局 这样各位知道吗 这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加速的下跌 只有一个状况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今天 韦伯老师列印出来 11月22号 这是早上我列印出来的30分K线 好 30分K线 这是什么意思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各位你看 这是11月份以来 11月份以来在那边做震荡 这是30分线 我们用这个来看比较清楚 这样各位会更清楚 我把它变两个图就好了 好 这是K线 这是30分K线的走势 好 那各位你看 这是目前现阶段的一个上升形态的架构 这边 这边是一个低点 这是11月份开始 11月份 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震荡格局 你从日线来看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 这是缺口 这是月线 所以目前为止是属于一个震荡的架构 为什么 因为我讲过量的部分形成死亡交叉 盘式来讲不是盘整 就是下跌 目前是属于什么 目前是属于盘整 这个地方的上涨 说实在的 这地方上涨 我当时候存在比较大的疑虑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的一个量价部分的话 是产生量价背离 所以目前为止还守住了 就是可以守住了月线 跟守住了缺口 主要原因在这边 就是这一个上升趋势形态 这样各位知道吗 这是30分线 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的整体走势 还守住这个上升形态来讲的话 它都还会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然后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有出现转强 比如说量出转强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 好 我们回到这个图 因为我们只要看这条线就好了 这条线是从10月份以来的一个上升轨道 这是30分K线 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去注意 如果30分线的走势 接下来跌破了 跌破 那就有加速下跌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一旦跌破 那我跟各位讲 台股大盘的加全的月线 它也会跌破 如果这个跌破的话 月线它也会跌破 第二个 如果跌破的话 缺口有没有可能封闭 就像废城指数一样 我们再讲一次 这边的上涨的架构 如果接下来被跌破 好 各位你就要注意了 有没有可能像废城指数一样 出现了下跌 跌破月线并且封闭缺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整个盘势它就有下行 比较大幅度下行的可能性发生 这个部分是我们先就技术分析的一个层面 从现阶段跟各位所做的一个提醒 当然这一条线没有被跌破之前 不敢讲 它还是属于一个收链的 因为这边我没有画 这边你把它画了这样一条线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收链三角形 好 这个三角形到底未来会突破 还是会跌破 就是各位要去注意 如果没有的话 整个指数它会陷入了一个 所谓量缩霞幅整理的一个状况 这就是现阶段大盘台股的状况 好 那这是大盘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涨的时候去追 不要看到这个涨的时候就去追 因为目前没有上涨的条件 目前并没有上涨条件 各位了解吗 今天的主轴上涨是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叫OTC 相对比较起来 今天大盘目前现在跌11点 OTC 我们来看一下OTC指数 各位没有看到 OTC指数今天反而涨得比较多 好 那重点来了 OTC指数转强了吗 好 我认为目前为止也没有 好 为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各位讲完之后 我们再来做休息 这是到了昨天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好了 这是昨天11月21号的贵买指数 好 昨天贵买指数 微博老师也有跟各位讲 它是守什么 守季限支撑 那大盘是守月限支撑 昨天有守住的感觉 对不对 OTC贵买指数是守季限支撑 季限支撑是哪一条 月限找破了 这条是月限了 季限是这一条 这一条 好 有没有守住 有 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跟各位讲 他是在守这个季限支撑 好 那这个守季限支撑 守住代表说是不要往上攻吗 也没有 这是今天11月22号 来 各位你们看一下 稍微可以拉近一点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叫贵买指数 今天是不是也上涨了 好 上涨上来之后 它原本 原本OTC指数在这一天的时候就跌破了 它不仅跌破月限 它还跌破了这上升以来的趋势轨道 好 跌破了之后对不对 通常跌破来讲 从技术面来讲的话 季限有撑的过程当中会做了一个反抽 但是这个反抽的过程当中 来各位 它刚好来到哪里 这一条叫什么 叫月限 除了这个月限之外 它还来到了这一条上升趋势轨道的压力 所以当今天的OTC 是不是找盘有出现了大涨 上涨 对不对 当今天的上涨过程当中 它还来到两个压力 第一个就是这一条月限的压力 第二条就我刚才画的了 这一条压力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条上升趋势轨道 跟这一条月限刚好重叠 就是我讲的这个地方 所以是不是真的出现了 又要开始往上做攻击了 我认为没有 如果要攻击的话可以 至少这个地方要先做突破 站回去原本这条上升轨道线 但是月限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压力 因为目前月限正往下弯 月限正在 这边是往上走的月限 这边月限正往下弯 原因是因为扣低值的 那个月限扣底值 目前位置点在这边 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五天 你可以算 下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然后到下下礼拜一 礼拜二 基本上会有大概 七个交易日的时间会扣高值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OTC指数 不出量往上做攻击 突破这个压力的话 那这个月限会往下弯 月限往下弯对短线来讲就会有压力的产生 所以是不是OTC指数今天走的会比较好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它是来到这个季线支撑跟月限支撑在那边做震荡 所以你一样要注意 注意就是接下来是做突破还是跌破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大盘 或者是在OTC指数 从指数的角度而言 他们都进入了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里面 目前并不是那一种上攻的一个架构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看到了股票涨 然后你去追股票 不一定讨得到好处 我还是维持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基调 微博老师还是跟各位讲 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求稳 求安全 所以操作的股票来讲 像微博老师目前手上 也有带会员操作一些股票 对不对 我们操作的股票就是求稳 求安全 目前为止求它的一个上升趋势没有改变 然后尽可能不要去追那一种 突然大涨 跳空上涨的股票 因为如果你去追那种跳空上涨股票的话 一般来讲以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磐式架构 很容易陷入了震荡整理 甚至你可能会产生短线上面的套牢 所以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的话 应该是求稳为主 我想我们上半段利用蛮多时间的 针对大盘跟目前现阶段的OTC的架构 来跟各位做说明 也就是说现阶段你的操作策略 你应该要调为稍微保守一点点 稍微保守一点点 当然你如果问我说 那大方向整个台股变空投市场了吗 我不认为 我认为现在还是多头市场 只是目前的是属于多头市场的拉回 多头市场的拉回 你就要利用拉回的时候 反而去注意一些 它的一个基期位置相对比较低 起涨 甚至它还是一个上升趋势轨道 还没有那一种暴冲 没有暴大量 没有就是大涨的股票 我认为反而更需要注意 如果已经大涨股票 很多你可以开始站在卖方 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个提醒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台湾大车队有赛以防 最不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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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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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总部 核心抽盘团队 通知您不再广告 转发 转发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子怎么漂亮 你这么愣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1.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怪 3.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5.在路边或路外 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遗等 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大盘状况 现在大盘跌13点 今天呈现一个开高 但是目前为止 慢慢走低的一个格局 我想整个盘市 目前为止还是属于 一个震荡的架构 这个震荡架构 就我跟各位讲的 如果没有跌破 30分线 这是30分线 如果没有跌破 这个30分线的一个上升轨道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震荡跟整理的架构 但是如果跌破呢 如果跌破的话 月线跟缺口 可能就守不住了 这个部分是我目前 对这个盘市的一个看法 那所以能不能守住 当然要一步一步观察 这是目前现阶段的一个 月线位置点位 好 那费城半导体已经跌破了 刚才我们给各位讲过了 在费半指数的部分 费城指数部分 它已经跌破了月线 跟封闭的缺口 所以台股会不会 我觉得是要观察的 目前为止来看 其实变数真的很大 微博市没有办法给各位说 承诺或保证 月线一定守得住 缺口一定守得住 或者一定守不住 因为目前面对国际股市的 一个表现的状况 跟整个国际社会动荡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老百姓很难拿捏 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了 这是最近 因为香港的一个示威的升级 所以美国 现在这段是挺香港的 对不对 好 那因为美国挺香港 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说 美中贸易的部分 难达成 那为什么 因为 美国推出了一个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好 那针对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你觉得中国会接受吗 中国当然不接受吗 那我请问 那这个谈判到底谈得下去 还谈不下去 会签署还是不签署 还是说会移到明年去 还是说会移到12月份去 这个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 这个是变数中的变数 它很可能因为 好 比如说 中国软化了 那谈判的机会的曙光 就会比较看得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中国特别强硬 接下来的香港 各方面的事件又再度升级 那你说 对于国际股市 或者是整个国际社会来讲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个盘势 已经是没有办法说 用这个部分去做预测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就线论线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控制风险 那如果你问我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微博老师 是不是整个行情我们都不要操作了 是不是行情已经走空头了 也没有啊 事实上 你仔细看 整个走势来讲 它还是延续一个多方的架构啊 那有没有股票涨 那有没有股票涨 还是有股票涨啊 就比如说 这两天的生机类股 涨得很多嘛 我给各位看一下那个 这是微博老师带会员操作股票 东阳 今天目前涨1块2 你说会不会有股票涨 当然会有股票涨啊 而且还创新高 所以其实主要的状况是说 现阶段你所操作的选择的股票 你要选择操作股票 它是属于哪一种属性 是位阶点比较高 趋势是已经在震荡整理 还是说它趋势已经是在走空了 那如果趋势是在走空的 那当然你现在不要碰啊 其实现阶段我相信有很多人 不知道怎么去做操作 其实我认为很简单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对外在的因素保持警戒 就是目前现阶段 美中贸易的谈判会形成 怎么样的后续的一个结果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我们对这个状况形成警戒 但是不要对后世太过于悲观 因为其实在美中贸易的架构之下 各位要去想看看 如果谈判谈不成 那或者是说香港的事件在做升级 那美国总统川普说 我要再针对中国加税 它当然会去影响到 可能全球股市的一个短线表现 就像今年一样 今年大盘在5月份跟7月份 都因为川普讲了 一两句话对不对 说我要增加关税 然后行情就跌了800点 好 但是整体的一个方向 今年以来是不是多头 今年其实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早就存在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要去思考一下 美中贸易战的受贿者是谁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当美国跟中国如果持续的一个贸易摩擦 或者是持续的一个升级贸易的态势 那我请问大家受贿的会是谁 你仔细去评估一下最近的一个大陆的转单 他都转到哪边去 有转到越南 有转到泰国马来西亚 有转到印尼 也有转到台湾 包括日本跟韩国其实都有一些 那其实你会仔细去观察 如果美中贸易它持续 因为这个状况它不会短时间结束了 我说实在的 就算签署第一阶段 这个一定是拖到明年去了 其实今年以来 台湾为什么股市涨这么多 第一个是资金的问题 我们时间不是很够了 连股票都还没讲 这个是台币的升值态势 你看到台币这样的一个升值 你就知道 其实资金一直在进入到台湾 台湾还有选举 所以目前为止也还有选举行情 再加上什么 加上美中贸易如果摩擦的话 转单的效应 其实台湾是受贿的 所以虽然目前的一个指数 短线上会进入震荡的架构 也有可能会拉回 甚至破月线封闭缺口 但是就整个操作的策略来讲的话 我认为还是偏多操作 所以你说股票不能做吗 还是有股票会大涨 对不对 像微博老师代会员操作的 这是我们买 刚才给各位看的东阳的讯息 我们时间不够了 就不再跟各位多说了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我们会帮各位选择 风险最小的标的 然后通知各位待进待出 这是我们操作的逻辑 如果有兴趣可以跟上我们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解盘 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也预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会 拜拜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7日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谷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对客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